苏贞昌也在下午亲自出面召开记者会 他的败选感言很短不到两分钟 但是他是不断的呼吁 他的支持者他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共同的来挺蔡英文 那么苏贞昌还说民进党唯有团结 台湾才可能再有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短短两分钟的发言 苏贞昌展现他的君子风度 至于下一步呢 他倾向先短暂休息 然后再全力的扶选立委 初选民调只输了1.35% 当中央公布胜负不到两个小时 苏贞昌快速整理心情 展现君子风度 对选举的结果 我谦卑的接受 我诚挚的 对蔡英文主席的胜出 表达自贺之意 并给他加油 给民进党加油 民调结果揭晓后 孙昌亲自打了通电话 向对手蔡英文说恭喜 但初选过程太竞争 免不了派系纷扰 孙昌一度语重心长 2012的总统大选 是一场艰难的选战 民进党有许多 要检讨改进之处 但我诚挚地 呼吁支持我的朋友 关心台湾社会的国人同胞 大家一起来支持蔡英文主席 让台湾能再有第三次政党轮替 没有太多表情 只有语气坚定 没有说下一步 只有鞠躬快闪 曾说过2012绝不当副手 也说过选举不是抢位子 但坐轿的便抬轿的 孙政昌的瞬间千头万绪 要空间时间慢慢思考 3D15白手李文副 S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蔡英文